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问两个题目 立委去中国要不要管 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赞成应该是多过反对的 再来一个问题 至于要怎么管呢 我想多数人答应该也是 先看你的规则怎么定 我们再来谈赞成或是反对 这两个问题呢 分开来看应该都相当的清楚 但往往在政治上 很不幸的会被换为一台 看看这些标题 管制立委附中修法被封杀 绿营的立委说 蓝白争宠 抢当中共第一代理人 当民进党的法案投票失利 熟悉的谩骂回来了 熟悉的抹红也回来了 台湾民众党以台湾为名 以民众为本 台湾的国安与主权 没有模糊的空间 那为什么不同意这个法案呢 我的国家立场数十年来迄今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修法这个提案的内容 出照还有是否能执行感到有疑问 要照你这个内容台湾到底有多少人要被你规换 这是不是严重轻万人钱 所以今天先退回去请森委员把案子写清楚 理性监督务实修法 这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党应该坚守的态度 我们今天就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聊聊 明代到中国该不该管 第二为何这个法案连独派都不挺呢 再来民进党的官员 附中的争议 以及国际上与中国的交流进和关系 我是鼎蒂 欢迎收看本周的观点相对论 明代去中国要不要管 两岸因为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纠葛 没有办法和对岸像一般国家之间 有正常的交流往来 无论是中国对台湾放出利多 或者是台湾政治人物要前往对岸来访问 两派人马总是在独立跟统一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中 吵个没完 以民进党来说 每到选举就高喊着台独抗中保台的招牌 那确实尝到了不少甜头和红利 但现实上的困境是 在美中两大国的默契之下 维持台海现状基本上是唯一的解方 两岸的文化宗教与经贸间的往来 也有一定的依赖程度 造成了想断断不了想交流也做不到的尴尬处境 不过在两岸互动越来越冷淡 甚至中国不断的出动战机骚扰台湾的同时 仍然有立委试图出访和对岸来进行交流 但民进党此时喊出了要修法 认为说民意代表附中应该要有报备 并且审查才可以放行 对于民意代表要去中国要不要管 各有不同的观点 认同民意代表去中国要纳管的观点 认为说立委接触许多国家的亲密 仿中就有泄密的可能 第二中国从来没有放弃统一台湾 在台湾有权利的人仿中应该要更审慎以对 再来如果立委跟对岸串通 对岸将有能力直接来影响立法院 而不认同要纳管的观点则是认为说 第一两岸交流有它的必要性存在 接触中国官员也不代表就是被收买 再来要卖台不是只有仿中一个方法而已 第三纳管的内容没有办法说服人民 其实在我们影片的开头也提到了 以台湾认同的角度来看 认为去中国要纳管的人民 应该还是占多数的 照理来说这个法案听起来很合理 应该要不分朝野大力来推动 但是从深律背景出身的陈钊兹委员 他的说法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连他这种独派都不买单 有关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一个国安修法 那目前内容是相当的粗糙 但是他涵瓜的对象包括各层级的这个民意代表 不止立法院各层级的民意代表 那至于到各层级的这个行政官员 为什么招资委员会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看沈柏阳委员 这次提出的民意代表附中纳管的修正案 连立法或修法要求的法律明确性原则 都没有确实做到 法案当中提到以下三类人要附中报备 包含了我国的民意代表 第二从事与我国国家利益相关者 再来对国家关键政策去执行 规划与参与的人还有知悉者 除了第一点定义很明确就是明代之外 后面这两种的空间啊定义非常的空洞 第二点说呢 我国国家利益相关者是指谁呢 公共事务媒体传播高等教育 这一些都和国家利益有关 难道都要管要走上戒严的回头路吗 第三点什么又是关键的政策 知悉者又是指谁 这些模模糊糊的定义 就给了民进党打击一己的空间 解释法条靠自由新政 那不顺义党义都有可能背上一个 莫须有的罪名 细看这修法的增列对象 甚至还包含了担任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任务 据决策关键执席地位或是负责资讯系统设计 或管理之重要运营人员 所以啊 包含了医院金融业 科学园区 好这一类的资讯人员资管人员 难道都要被纳入国安的管制吗 粗糙 定义不明甚至扩权的法案 这恐怕不是打着抗中宝台 就可以让人民买单 陈超次委员也特别点出 台湾是民主的国家 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之下 立法权它是监督行政权的 但法学专家沈柏扬的提案 却是把监督行政权的民意代表交给行政机关审查 是否能够出国 这不就是民进党最爱说的 毁限乱政吗 立委去中国会不会泄密 会不会卖台 这是无法直接遇到的事情 那合理的管制 管控风险 民众哪里认为 该做的应该也要做 其实啊 早在2020年的时候 民进党立委赖瑞龙 当时就曾经提出过一条 立法委员行为法 部分条文修正的草案 他要求呢 曾参加立法院秘密会议的立法委员 他前往大陆或港澳地区 应该要向立法院的秘书处来报备 并与网站公开 这一段听起来合理多了吧 管制的单位回到了立法院本身 而对象也比较明确 但是这个法案呢 在立院的第十届一读之后 一路躺平到现在 第十届结束 委员会连排审都没有 请问当年一党独大的民进党 你真的有心要保护 国家的机密吗 赖瑞龙2020年的这个提案呢 由立法院自律 这才是符合宪法权力 分立精神的方式 而赖瑞龙受访时啊 他说的也蛮有道理的哦 其实也不是说 限度释怀 而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等大家都有所疑虑啦 那我们认为其实就这样子 既然人民有所疑虑 那立委们就应该以身作则啦 同时用更高的标准 要求自己 但民进党的立委们 也有用更高的要求 来要求自己吗 我想请问 我也很好奇 民进党内部的成员 对于这样的修法 是否是有一致的认同呢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这个经济部部长王美花 他担任这个智慧财产局局长的时候 曾经多次到中国交流 林佳龙他担任台湾智库董事长的时候 也多次到中国去参访 而且他担任台中市市长的时候 也高喊说 我们要希望能够两岸多交流 那更不用说这个郑文燦先生 到澳门喝酒错乐 然后还有到天宁立委的时候 已经参访中国 当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的执政党 其实也是我曾经支持的执政党 他有很多的着视经费 经费着视 那对我而言 我最痛恨的是双重标准 跟言行不一 林佳龙 王美花 甚至赵天龄 有中国及小三这些消息 其实选前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非常的多了 但是民进党访中的人 还远远不止这些人 现任监长局长陈菊 他在2009 2013到中国北京 还有天津来做交流 郑运鹏2008年曾在大陆做生意 还著名自己的国籍是中国 2012年民进党总统大选大败之后 发言人罗志正访中 号称是破冰之旅 当时民进党代理主席 陈菊力挺他 看到这边 其实你也大概了解 民进党和中国的距离 远比人民想象的近 如果真的如陈菊所说 支持两岸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那为何还要颠倒事实 大打抹红战 在自己的国家当中找敌人呢 虽然中国对现在的台湾来说 中国人人是一个敌对和不友善的政体 但是从国际当中呢 和中国对抗又合作的方式 或许也成为两岸互动的借禁 西方国家呢 以美国为首 长时间是一边对抗中国的崛起 一方面不断的派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 甚至直接去见习近平 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国会议员代表 美国参议院代表等等 如果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他们这些人仿中都是要去出卖美国的吗 今年年初欧洲议会呢 也派代表仿中讨论多项的议题 甚至呢 2023年的4月份 欧洲掀请了一波仿中的热潮 包含了谁 德国总理萧姿 欧洲理事长主席米歇尔 西班牙首校桑杰士 接连开启了中国型 难道他们去中国轮流卖欧吗 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了两面的手法 一方面可以在合作的地方合作 比如说呢 美国仍然呢 和中国来进口稀土 但是该对抗的时候就来对抗 像是管制晶片 钳制中国的半导体发展 欧洲和美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欧洲和中国的友善程度 比美国再高一些 但对于中国所提出的要求 同样不会照单全收 比如说之前呢 英国政府就下令要强制移除 华为的5G设备 其他就看议题状况 来决定要合作或交易的模式 两岸的关系非常微妙 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有效的和对岸互动 但是又想要立法扩权干预与中国的交流 这不正是坐实了独裁的政权吗 过去八年的完全执政 为什么不处理赖瑞龙提的法案 而是要拿着国安危机来抹红在野党 民众党乐见国会改革越来越完善 也欢迎两大党继续来提出法案 但是这种粗糙 模糊 甚至入人于罪的法案 民众党绝对不会视而不见 也会继续的强力监督执政党 让台湾的环境 往正向稳健来发展 你怎么看明代的附中审查 而这样子粗糙的修法 你接受吗 用抹红的手法攻击在野党 还有用吗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今天的讨论 也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把影片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次见 哇咕哇咕 大家好 我是吴怡萱 不想成为什么特别的人 但是想成为你最关注的人 麻烦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加 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民众之声哦